第二百三十四集 朱雀之血 青鸾之血 奖励中有吗 莫说是朱雀之血 青鸾之血 即便是古凤之血 在奖励中也是有的 不过以你目前的天赋 是无法得到的 殿灵念无表情的回答道 他只是在陈述事实 古凤之血 林明心跳加速 古凤是什么 神兽凤凰吗 这个问题也许问得很傻 但是事关重大 林明自然要再三确定 自然 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林明迫不及待的问道 他本以为只是朱雀青鸾的血脉 没想到竟是神兽凤凰的血 哪怕是一点点古凤之血 如逆林之血那么吸收 也足以给他带来极大的好处 以古凤之血来修炼朱雀进神路会如何呀 林明无法想象了 古凤之血一般只作为王级试炼的奖励 战将级几乎无法得到 除非你能在一年之内完成试炼的全部内容 一年 林明深吸了一口气 听着电灵的意思 一年的时间完成训练 本身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他不禁问道 从你执掌古凤大殿有多长时间了 从来没有人在一年之内完成战将级试炼吗 我沉睡的太久 已经记不得时间了 这么多年来 确实有人在一年之内完成了战将级试炼 不过他本身就有王族血统 只是贬为战将而已 电灵的语速有些慢 似乎经历了太悠久的时间 他已经记不得曾经发生的事情了 既然有人能完成 我未必就不能完成 林明对自己充满了信心 这是一个机会 他拼了命也要把握住 而且就算不是古凤之血的原因 林明也要抓紧时间冲破古凤大殿 按正常情况下 一般人在古凤大殿中只会待上七天 自己待这么久 目前于只怕会以为他死了 你执意要如此 电灵淡默的看了林明的一眼 事在人为 急于求成 只会让你在试炼中更容易死亡 不过你既然坚持 我也不阻拦 电灵冷冰冰的说着 作为魂族他本身就缺乏感情 我要去沉睡了 如果你能活着完成第五次试炼 你将会得到一次中途的奖励 到时我自会醒来 说完这句话之后 电灵便瞬间消失了 第五次试炼 林明心中一动 看来这战将级的试炼分为许多官强 不知道以自己现在的实力 能一口气冲到第几次 林明正想着 整个大地突然震动起来 山上的石块扑拉拉往下滚落 片刻之后 在远处的平原之上 亮起了一道道红色的符文 每一道符文都有几张大小 密密麻麻连成一片 总数足有成百上千之多 一直延伸到天边尽头 这是阵法 林明心中震撼 这么恐怖的阵法 覆盖范围最少上百里 真是大手笔 随着阵法的浮现 天地之间的元气剧烈的震荡 地面震动的越来越厉害 岩石滚动土地均烈 一个个坟头一样的隆起 就如同雨后春笋一样冒了出来 林明手握长枪 他感受到了阵法带来的杀机 这是真真正正的杀阵 一旦在阵中被杀 那就是死 碰碰碰碰碰碰碰 隆起的坟头纷纷爆碎 一个个黑色的岩石傀儡 从地面中跳了出来 那树木足有数百之多 其中不少岩石傀儡身上 还燃烧着火焰 这些火焰岩石傀儡 无疑实力更强 这就是试炼中的敌人吗 应该只是第一次试炼的敌人 后面只会越来越强 林明浑身真源运转 充满了战意 这里每一个岩石傀儡的实力 恐怕都不会弱于后天气的武者 一下子来数百个 虽然棘手 不过光凭这些东西 根本不足以困住林明 一年以上的时间 这也就意味着 后面敌人的实力会迅速提高 离开用来休息的山洞 林明踏上平原 走入到大阵之中 砰石傀儡发出惊天动地的咆哮 数百头岩石傀儡一起向林明扑杀过来 这些岩石傀儡 每一头身高都有一丈多 体重数千斤 一起奔跑起来 大地震动 吼声响彻云间 林明手握长枪 以一己之力 独自面对千军万马 如此场景 让他心中热血燃烧 战役沸腾 我从来没有一次性面对 这么多看病后天武者的敌人 当初在青丧城经历寿潮的时候 斩杀的也都是低级凶兽而已 这还只是战将级的第一步 在我战将级试炼之上 更有王级 我无论如何 也不要在这里就倒下 林明咬着牙 目光中泛出森冷的杀机 他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 岩石傀儡 腥红是血的眼睛 还有他们身上 那猙獰的岩石剑刺 死 在第一个岩石傀儡 冲向林明的一瞬间 林明大喝一声 体内青苍真元爆发 他的身体如同豹子一样跳起 手中的紫绚枪如同鞭子一般抽下 直接抽在那岩石傀儡的额头上 咔嚓 岩石爆碎 火系能量形成的眼珠 直接就飞出去了 第一个 林明借着击碎 第一个岩石傀儡脑袋的反冲力 身体向一侧飞出 手中紫绚枪如同毒蛇出动 正刺在第二头傀儡的眼睛中 轰 眼珠爆碎的同时 林明的身体被冲击力推得倒飞出去 紫绚枪弯成了满月 抵消了大部分冲击力 否则这一下 林明就算骨肉结实 也得被阵的手腕发麻 连杀两个岩石傀儡后 林明就已经陷入了岩石傀儡大阵中 在这种情况下 林明却无比的冷静 感知散发出去后 捕捉到每一个岩石傀儡的动作 他就如同在暴风雨中穿梭的灵活雨燕一般 在岩石傀儡之间辗转腾挪 一枪枪刺出 被林明攻击到的岩石傀儡几乎都是一枪毙命 眼睛正是岩石傀儡的弱点所在 林明一枪刺出都会携带着振动真元 直接把火焰元气聚集起来的眼睛震得粉碎 不好 林明刚刚跃起的一瞬间 两道火柱突然从傀儡群之中射出 擦着林明的身体直冲天际 虽然这一击偷袭被林明躲过去了 可他的闪避空间也被火柱给缩死了 呼啊呼啊 三头岩石傀儡瞬间呈脊脚之势 把林明包围了 斗大的拳头从上向下直砸下来 封死了一切闪避的空间 亲军一发之际 林明瞳孔收缩 袭神雷铃呼啸着飞射出去 一连串的轻响 三头岩石傀儡的三双眼睛 同一时间爆碎开来 林明趁着这个机会 重重一拳砸在正前方岩石傀儡的胸口 震动支力爆发 直接震碎他的身体 身体向前一个翻滚 林明冲出了包围圈 旋机脚踩金蓬破须身法飞天而起 好险 体内器械翻涌 如果刚才同时被几个拳头击中 必定重伤 那就危险了 然而他尚未来得及松一口气 那就听 几十道火柱 从岩石傀儡群中发出 直射林明而来 糟糕 飞在空中 只会成为靶子 林明的身体一个倒翻 躲过了火柱的同时 又扑杀下来 再度陷入混战之中 以一己之力 面对数百个后天级别的岩石傀儡 一不小心就会陷入包围中 即便以林明的实力 也不小心就会重伤啊 而在傀儡群中重伤 那就几乎意味着死亡了 这种战将级试炼的死亡系数 绝对比军事试炼的高得多呀 一个将领的诞生 往往意味着许多试炼者的死亡 这也是不得已的事情 千军易得 一将难求 在一场战争中 将领绝对要比士兵的地位重要得多 时间 一晃就是七天 在古凤大殿的一处幽暗的密室中 光芒一闪 一个衣衫褴 身上血迹斑斑的青年 被弹了出来 好险啊 青年轻输了一口气 他正是穆定山 从蓄密戒中取出一颗丹药吞下 又在伤口上撒了金疮药 穆定山最终还是忍不住诱惑 接受了等同于他实力极限的试炼 完成的无比艰难 最后在他几乎陷入绝地的时候 爆发出潜能 这才显之又显的通过了试炼 而且修为也突破了后天中期 总算突破了 穆定山感慨 有这个一切都值得 希望其他师弟师妹不要像我这样鲁莽 不过 机遇摆在眼前 没有几个人能忍得住 如果真的为了安全就一再规避危险的话 怕是一辈子都没什么大作为 只希望他们能平安归来 穆定山这样想着 清光一闪 穆小青出现了 他身上也有一些血迹 不过要比穆定山好得多 穆定山松了口气 穆小青在这一次试炼中的重要性仅次于林明 他能平安归来实在太好了 紧接着光芒一道道的亮起 一个个弟子或是玩好或是带伤的被弹出来 其中有一个受了重伤浑身是血 穆定山急忙过去 为他吃下一颗弹药 宋师弟 你突破后天气了 穆定山惊恶道 这个宋师弟只有18岁 实力在亲传弟子中排莫为 进入古凤大殿之前是半步后天的修为 没想到这次一口气冲破后天 18岁的后天 这个成绩相当不错 侥幸突破 宋姓青年虽然浑身是血 但脸上的笑容那是掩饰不住的 这一次拼的直了 18岁的后天 他以后进入玄丹 那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其他弟子也都不同程度的有所收获 少数突破了境界 大多数虽然没能突破 但实力也更加精进 十几个弟子兴奋的相互议论着 莫师兄 还是你最厉害 后天中起了 这一下 五行玉那些首席弟子都不是你的对手了 几个弟子向穆定山道喜 穆定山笑了笑 可心中却有些不安 怎么林明还不出来呢 按照往常的经验 再有一刻钟的时间 他们就会被传送出去了 这个时候所有人都该出来了 林明到底在干嘛呀 哎 林师弟呢 林师弟没出来 宋姓青年突然发现了这一点 惊讶到 这一下其他弟子才发现 一共十五个人唯独缺了林明 密室中的弟子有些发愣啊 还有时间 穆定山皱了皱眉 他无法相信林明没能通过失恋 此时 在神皇岛后山 圣女宫 穆千语拿着一本点击 一边翻看 一边在御简上做记录 语儿 算算日子 今天或者明天 进入神皇密境的弟子 就该出来了 穆千语抬起头 说话的正是他师父穆玉皇 在神皇密境外围的那些弟子 到底是折损了一人 希望这次进入古缝大殿的人 不要有折损才好啊 穆玉皇摇摇头 感慨道 嗯 穆千语放下御简 若有所思 语儿 你在担心林明 穆玉皇微笑着问道 嗯 有一点 穆千语点点头 林明太喜欢冒险 这让他不得不担心 穆玉皇吼吼一笑 放心吧 林明天赋惊人 而且老祖宗也说过 林明身上妖气云半身 不会折损在古缝大殿中的 在穆千语和穆玉皇交谈的时候 一个红衣丫鬟匆忙忙的穿过幽静淡雅的圣女宫走廊 仓促的脚步声 回响的寂静走廊之中 格外响亮 门被敲响了 声音依旧急促 穆玉皇微微粗眉 进来 红衣丫鬟推开大门 脸上神色慌张 顾不得行礼 他开口面道 千语殿下 导主 出大事了 林明大人 没有从神皇秘境中出来 什么 穆玉皇眼睛一瞪 豁的一下 从椅子上站起来 穆千语听到这句话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只是睁大了眼睛 看着下边的红衣丫鬟 一只手紧紧的握着椅子的扶手 手指因为用力而有些苍白 穆定山 穆小青大人回来了 十六人去 十五人回 唯独少了林明大人 十六人去 十五人回 唯独少了林明 当这句话回荡在耳中的时候 穆千语有种浑身力气一下被抽干的感觉 他只觉得心里空荡荡的 说不出什么滋味 他感觉这个世界似乎缓慢下来了 迷茫 彷徨 难过 不可置信 穆玉皇身子僵硬的站了许久 深吸了一口气 对着红衣丫鬟回来回首道 你回去吧 带着丫鬟退下 他长叹一声 是我神皇岛的气韵不够吗 又或是天要枉我神皇岛吗 南海魔狱已经吹响了战争的号角 而在这个当口 一个横空出世带来希望的天才 仅仅在神皇岛中滞留了不足一个月 就陨落在了神皇秘境中 如此惊艳的天才 竟然在死亡概率如此之地的神皇秘境陨落 这不是上天的定数 又是什么 鱼儿 穆玉皇转头看向穆千语 却见穆千语一只手扶靠在椅子上 脸色苍白 目光迷茫 鱼儿 走吧 这么大的事情要开张老会通告的 通告 穆千语撑起身子 通告什么 通告林明的死亡啊 即便我不开张老会通告 他们也要开的 我将剩余的朱雀精血 全部划播给林明 本来就承受了不少压力 这一次 张老会不会放过这个落井下石的机会的 穆玉皇哭笑了一声 摇了摇头 朱雀精血啊 对神皇岛来说非常珍贵 想要修炼朱雀进神路的核心部分 必须要有足够浓郁的朱雀血脉 许多神皇岛弟子 血脉浓度就差那么一点点 无法修炼朱雀进神路的核心部分 他们也许只需要两三滴的朱雀精血 便可以让自己的血脉浓度达到标准 然而朱雀精血太少了 除非有足够的背景 否则根本弄不到 哪怕一些核心弟子也享受不了这个待遇 可是在这种情况下 穆玉皇将所有的朱雀精血都给了林明 要知道林明体内半点朱雀血脉都没有啊 将它从灵提升到极致 需要消耗大量的朱雀精血 这种事情平时根本不可能发生 更何况穆玉皇还给了林明远超份额的朱雀血精 他是将一切都堵在林明身上 期待着他有朝一日能带领神皇岛突破五品宗门 这种决断自然让许多人心中不满 然而林明的天赋太出众了 连穆凤仙都肯定的人物 谁也不敢说什么 那些血脉就差一点 而便可以修炼全部朱雀精神路的人 最多也就是在背地里诋毁一下林明 明面上敢怒不敢言 可现在林明死了 朱雀精血因此而全部损失 林明活着的时候就有人嫉妒林明 尤其是如颜富红这种不上不下的核心弟子 因为林明的出现彻底绝了往上趴的机会 然而林明威慑力太大 天赋超过穆千语 日后很可能被封为圣子的人物 现在他还没成长起来 就同时得到了穆千语 穆玉皇穆凤仙的支持 至于将来那就更不得了了 随便搞搞就是玄丹 甚至有可能成为太上长老 这种人谁敢惹呀 太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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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了